《香港泰拳之父》 前往九龙城城投靠亲戚 由于历史人今 当时九龙城城是个三不管地方 港英当局对之气质不管 导致沦为三合会活跃地带 独当 寄院四处凌厉 吸毒万毒是最平常的事 刚来香港 苏世龙为了谋生 曾卖过点心 清洁过厨房 做过水吧 服务人 保长了社会下层生活 也与一些黑道人员过往甚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曾组织过数次中国工作 与泰拳比赛 结果输得相当惨 苏世龙又年学过武术 于是开始痴迷于泰拳 他拜马来西亚武打明星戒员为师 普学一番领会了泰拳精髓 此后 他又虚心向多名泰拳名师请教 最终在香港泰拳比赛中脱颖而出 成为泰拳传奇人物 八十年代初七 苏世龙在大脚嘴区开设了一家武馆 招收拳手进行训练 当时黑道上出名的金牌打载 几乎都曾向他拜师学泰拳 苏世龙与新一安关系密切 据说是当内叔父及元老 八十年代初 西一安势力迅速扩张 旗下五虎十级多人 都是苏世龙门生 其中包括 湾仔之虎陈了兴 尖东之虎杜连顺 尖东虎中虎黄骏 尖东之虎杜连顺 本处排克海 打擂台连输三场 八三年转败苏龙门下 一般全赛只要一方胜出 等于赢对方一事 不会接受手下外将挑战 苏龙为了让杜连顺复活 以高家礼聘 曾打败爱国的三名全手作赛 结果杜连顺三战全胜 苏世龙有个门生 名叫陈志明 八四年曾以连续七级击撞击 击倒澳门拳王 一时非常狂妄 竟公然挑战武党明星陈慧敏 陈慧敏是香港黑帮十四K大佬 级别是四百二十六双花红桂 全数煞事了得 陈慧敏文听大怒 你哪有资格同国党 叫你师父苏世龙同国党 出于江湖脸面 两大佬约定在一家业总会比赛 结果不相上下 但陈慧敏多挨了苏世龙几拳 一日 苏世龙拳款遭人打杂 几天后陈慧敏挨了刀 两人从此结下粮子 多年后才得以化解 在香港黑白两岛 苏世龙都吃得开 甚至不少警察也慕名跟他学拳 刘德华拍阿虎嫌恶补补过两天 周星驰也曾跟他学一三日 虽然江湖名气颇大 但是苏世龙行事低调 尤其反感门生从事贩毒 苏世龙曾对人说 黄俊人好也挺聪明 唯一做错了生意 做了毒品 一个人发达 害到千个家庭 1995年黄俊在泰国遇上车祸身亡 苏世龙文后说道 黄俊做了那么多坏事 他不冤枉 为发展泰拳事业 2002年苏世龙与人创办香港泰权理事会 自称从此不问江湖事 但是由于他与黑道牵扯不断的关系 多年来一直被警察视为目标人物 2007年新义安大脑鬼天李玉天因涉嫌犯罪被捕 就是从苏世龙权馆抓出来的 2011年在警方自真卧底行动中 警方抓获数十名新义安黑帮成员 苏世龙也因自称三合会成员被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